明代最牛特务组织 人家便逐渐对这个略显神秘的机构产生了种种误解 锦衣卫是明朝特有的机构 担负着护驾 侍卫 巡查 搜捕查案等任务 虽然曾一度被朱元将撤销 但很快又被永乐皇帝朱棣重新恢复 并在此后与明朝共事共同 锦衣卫虽然很牛意 但篡夺了侄子皇位的朱棣上台后 觉得心里不踏实 为此永乐十八年1420年 朱棣是社东厂 命中官那是 东厂是东基市场的简称 其首领由朱棣信的获得太监担任 不少精干的锦衣卫也被选入东厂 担任下属官员和业务补干 东厂的职能是 方博逆 妖言 大奸恶等 与锦衣卫军全使 起初 东厂只负责真机 抓人 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 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府司审理 但到了明末 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 也称常主和常都 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除此以外 东厂中设千户一名 百户一名 掌班 领班 私房若干 具体负责真机工作的是一场合翻译 一场相当于小队长 也称档头 翻译就受我们俗称的翻译 东厂的真机范围非常广 朝廷会审大案 仅仅为北镇府司讨问重反 东厂都要派人听审 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做班 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 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 如兵部的各种编报 唐宝 东厂都要派人查看 可以说 从朱棣时代一直到明朝中后期 东厂一直很牛 直到西厂出现 西厂的设置完全是个偶然 成化十二年1476年 一个名叫李子农的大臣 竟然轻松地闯进了内宫深院 这让疑神疑鬼的明县宗心里很不踏实 认为皇宫内外有秘密沟通 为了加强特务统治 明县宗于次年1477年在东厂之外 登设西级市场 简称西厂 首领由大太监汪值担任 另同解一位选拔厂员 虽然与东厂 锦衣卫合称厂位 但西厂的权力超过东厂 趁机范围自经事遍及全国 西厂不仅兼有锦衣卫 东厂的职能 还设有自己的监狱和法庭 在不向皇帝奏请的情况下 可以随意逮捕 考问 审讯文武大臣 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 也在其监视范围之内 肆无忌惮 同时 西厂还有遗想之能 其监视东厂 全演出东厂上 五个月后 因朝野反对声此起彼伏 明县宗被迫撤销西厂 诸后照登基后 太监刘锦专权 为了巩固自己在太监中的老大地位 于政德三年八月 设立了内航厂 刘锦身为私立兼太监 内航厂的规格和权势 自然高过西厂 东厂和锦衣卫 相比于其他厂位 内航厂的机构更大 特务更多 制度更严 身居范围更广 除了监视天下臣民外 东厂和西厂也在其监管之地 随东西厂皆在自查中 加酷烈焰 内航厂成为脚踩东厂西厂 锦衣卫的厂商之厂 内航厂的酷刑很厉害 当时刘锦为了把持朝政 对反对势力极其严酷 最无轻重解决账 永远树边或家乡发钱 加重着百五十斤 不数日折死 所谓多刑不亦必自闭 正得五年1510年八月 刘锦衣某反被处死 内航厂被废除 虽然它只存在了二年 但他把特务的嚣张狠毒演绎到了极致 也给明朝成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